在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 送花给妈妈康乃馨绝对是不二选择 但近来市面上逐渐流行的手工勾针花术 成为许多送花人的新选择 这是因为比起鲜花 勾针花不会凋谢 可以永久保存 再加上一针以线编制的花朵 也蕴含着手作的温度 特别有意义 母亲节送鲜花 鲜花历来是子女们向妈妈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 如果走传统路线 一般上给妈妈送花都是送康乃馨又或是玫瑰 盛开的鲜花虽然好看 但有一个缺点 就是保存期限很短暂 花朵容易凋零 随着时代演变 鲜花不再是毒宠 市面上陆续出现各种性质花术 比如香皂花 永生花和手工勾针花 虽然不是针花 但这些花卉的形状和造型十分逼真 颜色多彩多样 一些还带有好闻的味道 最重要的是 这些花术主打保存时间够长 寓意永不凋零的爱 自然受消费者热捧 比起鲜花 手工勾针花可以变出很多花样 只要有线团和一支勾针 再发挥创意就能勾制出各式各样的装饰物件 勾针而成的立体花朵 制作过程看上去很复杂 但这对擅长手工勾针的林立宝来说 不算什么难事 因为比起复杂的卡通装饰 勾针立体花比较容易做 他也表示 每朵花都采用相同的织法 只要记住勾针次数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除了花朵 一些水果物件像是草莓 也能在15分钟内完成 因为本身我勾那些衣服 有底的嘛 你会剪针 加针 长针 短针 有很多针 因为你有兴趣 你一看你就知道 这朵花要怎样剪怎样加 是长针还是短针这样 机缘巧合下 林立宝将做好的勾针花束 拿到花店请求店家帮忙包装 就是这一次让原本对勾针花束 不感兴趣的花店业者 慢慢发现了编织花束的美 两人随后一拍即合 一人专心编织花束 另一人负责包装 让消费者除了鲜花和香皂花以外 有多一个选项 一直来都没有深入去了解 因为看到很假的东西 觉得好像没有兴趣 可是当我看到它的之后 我才发现原来可以这么美 可能是手工问题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认为 然后突然就给我很多构想 然后我就会想到 这个花不只可以包花束 然后可以很多方面都可以拿来做 基本的包装勾针花束 价格介于30令吉左右 相关花束推出市场后 深受顾客欢迎 他们也发挥巧思 把花朵和装饰品 摆放在盒子或是精美的桶内 简单却又不失仪式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天 这个龙头的白衣 外玫际 那么多别人 那么多么 我继续 吃